大家好 今天我要介紹市面上販售的兩種驗電筆 如何使用 首先我要介紹接觸式驗電筆 這種驗電筆構造很簡單 裡面就是裝一個電子 它有一個電子從這邊進去 然後從這個金屬出來 流到你的身體然後接近 造成一個迴路 如果這條迴路裡面有鬧痛 這一個難的就會流 我們來試試看 首先先將這一支接觸式裡面電筆插到插錯的火線 插上去之後手去摸這一個金屬的部分 它裡面的奶燈會亮 表示說這一個插錯有貼 然後這個代表是火線 放掉它先迴路就斷掉 斷掉它就會亮 再來我要介紹這一支是感應式電電筆 感應式電電筆就是我們 測個電插錯 有電它是 人體是不用經過這個電流 就直接插上去 會叫 有電 它電 它電流是 不會 碰到 它的方法就是 利用它 交流電 產生一個磁場電場 然後感應到這個 電電筆 鋒鳴器就會叫 像這一條 電腔線 有電它就會叫 沒有電 OK 謝謝大家收看 按摩 按摩 小鈴鐺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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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